张美丽你好,我是常班长 上次和你打确实有点甚至不武 而且下次有点重 这次我找来了我们拳馆的女学员 如果你敢来,还是老地方 张美丽,你输了,背着常班长坐100个身 我输了,我打 我等你 张美丽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校正的是之前曾打哭他的常班长 常班长派出的是全管的女学员小白老师 上一次张美丽与常班长较量 就是她当的裁判 校长也多次想要加微信 张美丽憋着一肚子祸想复仇 我现在心里都还有一口气 我就是没找到机会跟她二番战 现在好了,她整个女学员出来 就那小体格还S型,我上去一脚踹飞的 让她知道你张美丽不是你一年的 常班长说在全台准备了一包纸巾 张美丽怼到是给小白准备的吧 张美丽问小白上次是不是有点幸灾乐祸 小白回到第一次看到女孩被打哭 张美丽说 我今天会好好地给你上一课 让你体验一下被打哭的感觉 我今天给你上上课 我也让你体验一下真哭的感觉 这时候校长陈永钦还是不忘要微信 双方打的是全腿规则 张美丽一上来就发起了进攻 作为老拳迷一看小白这个报价就知道完了 整个一不会 更长相 肤白貌美 前凸后翘 比张美丽更女人 原以为她在拳馆怎么也得是个练家子 结果这个躯壁防守就暴露了她的实力 真是名服其实的小白啊 论搏迹的报价 像张美丽这样才是正确的 双拳护住下巴 双肘护住两肋 根据对方出拳再做适当调整 小白这个报价都举到头顶了 把腹部两肋整个暴露给了对手 这就是不会啊 这时校长还在旁边不停的煽风点火 小白倒地后来了个兔子登鹰 小白这几拳打出去免软无力 这是十足的歹徒兴奋拳 招到了张美丽更猛烈的拳脚相加 张美丽把对长班长的覆轴火焰 全打在了小白的身上 把她KO在地 小白一下变得云并散乱 花容失色 当长班长举起张美丽的手之后 张美丽脸上乐开了花 感官小白是眼泪汪汪 一肚子委屈 我去这张美丽的水平能够切磋一下 没想到这一个月变那么厉害了 缓过来了 跟我走 别打了 跟我走 对啊 对啊 等我助理 当你把说话算数 助理脾气 助理脾气给老板娘打 这助理 你小一点啊 这助理